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它的鼻梁线从这个料盘出来之后是这样连接的 这样连接 这里有一个什么轮 这里有一个我们的鼻梁线的驱动轮 这里有一个驱动轮 那么我们的驱动轮也可以叫鼻线轮 因为它没有驱动力 所以我们叫它鼻线轮 好 那么这里有一个鼻线轮 出来之后就到达了我们的导阵机构 导阵机构的话也就是做几个小轮子 这几个小轮子的话是通过后面的 它有这个动力 它有这个动力的话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 给我们进行这个透明度 它是通过这个链传动轮 好 通过这个链传动的话 我们的鼻梁线到达了这个位置 是吧 到达了这个位置 进行的这个导阵 好 导阵之后我们要注意 在这里的话 它就有这个驱动轮 它的驱动轮的话 这里有两个突轮 好 我想问一下你们 你们觉得这个突轮是干什么用的 多妙队 那么突轮的话 底下有一个张紧轮 就是说压紧轮 好 这里有一个轮子的话 它是这样的 它是我们的线 从这个轮子中间穿过之后 我们进行这个摩擦传动 也就是说我们的突轮 与上面的一个轮子的话 进行这个摩擦的话 它就会进行这个旋转 那么我们旋转一次 是不是送一次的一个线呢 那么这里有两个突轮的话 多妙队它就是用来调整 这一个任意的角度 鼻梁线的话 它会什么 它可以任意调整角度 因为这一个如果用一个的话 它的这一个圆弧 它是死的 所以无法进行这个任意调整 所以用了两个 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前讲 那么我们进行的 鼻梁线的一个 进行间歇式的一个公料之后 是吧 才用突轮的 那么它就能将鼻梁线 自动放入到我们的那个槽里面 然后放入槽里面的话 它就送到了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送线壳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将我们一段一段的 送入到这个送线壳里面 是吧 那么这里的话 它这里还没有裁切嘛 这里没有裁切的话 它这里有一个百轮 有一个百轮 这个下方的话 是有一个刀片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刀片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什么 我们这个百轮每旋转一圈的话 它就能将这个刀片 往下裁切一次 是不是将我们的鼻梁线 进行了这个什么 间歇式的一个裁切 前面间歇式输送 这里间歇式的裁切 是不是可以将我们的什么 将我们的这个鼻梁线 间歇式的送到我们的送线壳 好 那么我们的送线壳里面的话 它这个进行什么 进行这个送路到合体之后 我们这里有一个连杆的话 将我们的这个物料 推移到我们什么 将我们鼻梁线 推移到我们的这一个口罩内部 它就实现了什么 鼻梁线的一个 自动的一个送料 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动力 我们要注意 它这里的话 其实采用的什么 采用的突轮分割器 进行的这个集中的 这个动力传输的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要看到 这里我们的这个鼻梁轮 是不是 比如说 这里有一个鼻梁软的话 它是没有动力的 比如说 这个轮轴和这个什么 和这个物料软 它是没有动力 它是怎么样实现 这一个物料的 自动供应的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 来分析一下 这个什么 这个自动放料机构的 一个设计 是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样设计 这个自动放料机构的 同样的 这里的话 它有一根链杆 它有一个链杆 它这里的话 有两个这个轴层 它代表两个轴层 是吧 好 那么这个链杆上面 它就安装了一个什么 安装我们的鼻线轮 是吧 鼻线轮 那么我们要对 在这里的话 我们看到 这里有一个顶紧装置 这里跟杆子的一个是 它来连接我们的链杆的 是吧 它这里的话 有一个导向装置 它这里是可以上下进行 这个滑动的 这里有一个顶紧装置 是吧 当然这里有一个导向 所以两个导向加一个顶紧是吧 好 下面一辆 上面它就是顶紧的 好 那么不容的是 上面是顶紧我们的这个什么 我们的这个固定料盘的 一个连杆的 是吧 这一个布料轮 看到没有 这中间的话还有一个布料轮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假设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当我们的这一个杆子 进行这个什么 杆子进行这个抬起的话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是我们的这一个杆子抬起 同判道 我们的杆子进行这个抬起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的物料 进行这个拉扯 就可以将我们的布料轮 往上面抬起 那么抬起的话 同判道 这里一个张紧杆的话 它由于这个什么 由于这个往上进行这个抬起了 往上抬起的话 那么这一个是不是往下掉啊 因为这里的话 是一个导向装置 这一个导向装置 它是间隙式的 那么想象没有 那么如果是这里的一个什么 顶紧我们的这个布料轮的时候 是吧 顶紧我们的布料轮 它就为什么松开嘛 这里一个张紧装置 好那么这个松开的话 是不是啊 松开的话呢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进行这个拉料的话 同样的没有 因为拉料的话 这个上面它也是有这个轴承的 刚才老师没有说 是吧 因为这里的顶紧装置 进行这个往下降 松开了之后 我们这个拉这个料盘的话 它是不是可以自动放料 好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想象一下 那么我们的这个顶紧杆的话 它由于进行了这个下降 所以它又自动的进行这个放料 是吧 好那么如果是放到一定的情况下 同样想象到没有 那么我们的轮子就会往下掉 往下掉的话 同样的没有 我们的这个杆子就会这样旋转 这样旋转的话 就会将我们的顶紧杆的 重新的往上顶 重新的往上顶的话 是不是将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放料轮的话 里面这个轮子给顶紧了 顶紧的话 我们想到没有 由于有了这个顶紧的阻尼 所以我们的这个放料盘 它就无法进行这个旋转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它又停止公料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在进行什么 进行这个前面进行这个 间歇式的拉料的过程中 那么我们这个什么 放料轮的话 它也进行这个什么 间歇式的这个放料 原因在于什么 我们这个什么 我们的这个鼻梁轮 是吧 它就可以上下的一个运动 就可以进行什么 这个上下的顶紧 进行这个上下的一个放料 同学们 你们理解啊 理解的话 可以赶紧进行这个 做一下笔记 是吧 所以这个轮子的话 它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 间歇式的一个放料 它呢 进行这个巧妙 采用了一个什么的 连杆机构 进行这个什么 间歇式的一个顶紧 所以在这个什么 在这个三代口罩 平面口罩机 还有四代的这个 平面口罩机的话 里面它也用了 这一种放料方式 所以这种放料方式的话 后面的 在口罩机里面 会大量的一个引用 所以我们要进行 这个重点的一个学习 好如果是同学们 想要学习这个口罩机 更多的这一种的 精巧机构的一个设计的话 可以赶紧加一下 屏幕上方的去寻找 我们每晚八点的 在腾讯和堂 都会讲解这个 各类飞标设计的 是吧 这个机构设计 和这个原件选型 好吧 好那么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讲解了两个内容 第一个就是耳鼻梁线的 这个放转的一个流程 进行这个自动公调 第二个就是这种的 自动放转机构的 这种精巧的巧妙的 结构的一个设计 朋友们如果是对于 这个内容的话 还有